您現在收聽的是 After Work 我是博森 我是佩佩 我們是下班後分享日常的老百姓 希望能在同溫層中取暖 也希望帶給你溫暖 哈囉 哈囉 我是博森 我是佩佩 沒想到我要錄第四集 我真的是蠻意外的 但因為有發生一些事情 覺得還是可以來分享 可以記錄一下 對 所以想說這一季找了我的朋友 叫佩佩 大家好 講一下我們怎麼認識 反正我們之前是同事 對 就在某間咖啡廳 非常短暫的 三個月吧 三個月而已 對 應該三個月 蠻短暫的同事 很荒謬的一個 經驗 這個 以後有機會再說 反正就是我蝦皮離職之後 去一個咖啡廳 短暫的工作一下認識的 總之呢我們就來 第一集想要分享就是 因為我剛從日本回來 然後我發現你好像 也是有去日本玩對不對 對 疫情 你多久沒有出國 其實這是我第一次出國 這是你第一次出國 我從小到現在 我沒有出國過 那疫情有影響你嗎 就你有沒有在計畫 其實疫情沒有發生 你會不會出國 有想 可是因為 在我記憶以來 就是出國這件事情 就是很花錢的 對 對 然後 比較沒有在 存錢 因為應該說 因為之前也沒有特別計畫說 就是有要出國這件事情 然後你就順其自然 以後真的有機會出國的話 那再說 因為我後來就是有工作開始 就基本上固定 一年會出國一次 所以如果沒有疫情的話 我其實原本有打算要出國 欸我記得我跟你聊過 就是我姐 就結婚 他們要去蜜葉旅行 原本要跟他們去歐洲 但後來就沒有去 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疫情 結果奎樂三年 很久 真的是超久欸 好但我覺得我比較沒有感覺 因為我沒有在疫情之前出國過 你是什麼時候去的啊 我是3月 3月12、13 我其實就去兩天 你為什麼只去兩天 我跟你講就是 反正這一切就是非常的臨時 好你先分享 原本就是我一個朋友 他就是找我去 2月底的時候 才決定 我真正訂機票的時候 其實也就是在出國前幾天 所以那個機票真的是非常貴 能訂哪一家? 我們去的時候是搭虎航 就是廉價航空 凌晨12點多那時候的飛機 我第一次搭飛機就是 非常興奮 我不知道 真的感覺很很奇妙 沒有想過你整個人會 飛在空中上面那種感覺 就是第一次搭飛機的興奮感 你有那種很興奮嗎? 對很興奮 因為我們就只有兩天 所以我們第一天的時候 就是我們其實是分開行動 我跟我男朋友就是一起去 主要第一天就都是去逛服飾 所以我們就是直接供元宿那邊 就我們一整天幾乎就已經耗在那邊了 你們兩天真的是很 很可怕 很快的 到底為什麼會只去兩天啊? 因為我們假的沒有辦法花那麼多天 OK 我的話其實可以 但是因為我男朋友的話 他是現在是剛好還沒有年假 所以他沒有辦法真的花到那麼多天 反正我們最後就是只能花到那兩天假 所以我們就只能去兩天 我跟你講最可怕的是第二天我們本來是13號要回台北 然後呢 我們就是出過飛機 為什麼做過? 你們發生什麼事? 因為應該是我們本來就沒有規劃好 就是我們也沒有看好那個搭車的那個時間點 反正最後就是沒有趕上那個飛機 然後我們又重買了一次機票 哇靠 所以你們這樣花了很多錢是不是? 那你們原本那張機票是不能取消的嗎? 他後來看是可以退 但是沒有辦法退全部 只能退好像50%還是多少的樣子 真的啊 然後又重新買了一張機票 而且就要趕快訂 因為如果我們那個隔天早上的那個班次沒有訂到的話 我們好像會變成後天才能回得到台灣 最可怕的是什麼? 最可怕的是我們那時候去到那個成田機場那邊要搭飛機 我們換的現金就沒有很多 第二天的時候其實現金基本上就是全部都花完了 我們想說反正我們現在沒有辦法去哪裡 那我們就直接睡在那個成田機場那邊 就整個晚上就是都待在那裡 七點多的飛機 那我們五點的時候我們就準備要起來報到 我們五點的時候起來 我們到一樓的時候就開始看那個飛機的班次 因為它不是會有一個大螢幕 然後上面就是會有寫說有幾點的飛機然後飛到哪裡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看 怎麼都沒有我們的飛機 七點多的完全沒有 就直接跳到八點多 好再看一次我們的機票 說看怎麼在雨田 我大傻眼 所以你們是跑錯機場? 對我們跑錯機場 而且我們那一整個晚上我們就看了很多次的機票 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就是完全沒有發現 我們要搭的是在雨田不是成田 但是一切非常荒謬然後很可怕 我那邊就很慌 他叫阿徐我就是叫阿徐 阿徐他就很慌張 我沒有看過他這樣子 因為他拿手機然後整個人一直在抖 我說等一下你先不要緊張 然後他說等一下你先不要碰我 反正就很可怕 我那時候其實也非常緊張 但是我想說他就是這麼緊張 我好像沒有辦法這樣子跟他一起緊張 就趕快想辦法到底要怎麼處理 那就趕快去找電車可以搭電車的地方 可是我們到電車那邊的時候要買票 這樣問人家就說就是只能現金 他是沒有辦法刷卡的 我想說幹這怎麼辦 他就說我們可以到旁邊換那個外幣 用台幣去換日幣這樣 可是因為那時候五點多 那櫃檯根本就還沒有開 我想說完了真的死定了 我們就趕快找ATM想說要趕快領錢 可是剛好我們兩個人的信用卡跟提款卡 都沒有開啟那個什麼 換外... 海外的... 對海外幣的那個功能 完全沒有辦法領錢 反正我又繼續找那個櫃檯 問說請問哪邊可以搭計程車 然後我們就趕快衝出去 看到唯一一台計程車就停在那邊 而且他那邊其實也不是招呼站 他看起來就是在停紅綠燈 然後他在休息這樣子 叫他趕快衝過去 而且重點是我那時候的行李箱還壞掉 我超級崩潰 也太慘了吧 很崩潰這很可怕 趕快去跟他講說我們要到羽田機場 然後給他看我們的機票的時間 因為我聽不懂日文都是阿徐他在聽這樣子 他就是問我們說我身上沒有錢 好像到那邊很貴 我還沒有就說可以刷卡嗎 然後他說可以刷卡 然後他就跟我們說好 那這樣的話是3萬日幣 然後我們就趕快上車 就從成田到雨田 他起開很快 他幫我們飆超快 他一路就直接飆120 我們一小時就到了 一小時其實蠻遠的阿 就差不多那個距離阿 對可是我們到那邊要7000多塊 我就直接非常可怕 很貴阿 很可怕 好可怕 所以你們後來就再不買一張機票 對阿我們就趕快就再買一張機票 天阿真的是很驚險 對很可怕 我的心臟真的是受不了 那你這次去也是 我覺得我近期之內 我可能不會想要再出國 這樣子也是花了一筆大錢 對但就是蠻好玩的阿因為 好玩嗎才兩天 可是這樣對我沒有出國過 就是覺得阿還是一切我對我來說 我都覺得很新鮮 而且日本空氣聞起來 真的是非常好聞 我覺得下次就可以去久一點了 不要這麼急促了 真的我覺得太可怕了 對真的是蠻蠻可怕的 對 接下來分享我的嗎 好請說 我的也是蠻精彩的 我要從哪裡說起呢 我看到你是去 前面是先去東京三天嗎 對好分享一下我這個這趟旅程 我大概在2月底的時候 228那天我不是連假 我是連假最後一天才飛 就到3月我總共去了9天 好久喔 超久 為什麼會去呢 因為其實我沒有打算今年要那麼快的飛 然後是因為去年年底 就認識了一個朋友 他就找我去 然後我想說好像也不是不行 因為那時候看一下機票 發現也蠻便宜的 所以我們在去年年底 就先訂好了機票 很早欸 對所以算還行 總之我這個朋友呢 他其實原本是要跟他 他自己有一群朋友 他們要先去日本 他們總共去5天 他自己今年有打算要離職 他想要換工作 他的年假還剩很多 所以他想在日本待久一點 他就問我要不要 就是銜接他最好 所以他待在日本的第5天 是我去的第1天 之後我們又再待9天 所以他其實在日本大概 待了兩個禮拜 十幾天 對兩個禮拜左右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所以其實我是自己一個人 飛去東京找他的 那你後面再會合這樣子 對對對 唉 你聽起來怎麼好像很累 因為其實我當初答應了 要跟他去沒多久 就有點後悔 為什麼 因為他算是一個 就是新認識的一個朋友 好講直白一點 那時候是有點曖昧 哈哈哈哈 你倒是一個曖昧對象的關係 當然我也沒有一定要發展成什麼樣的關係 對 我覺得當朋友也OK 對 因為跟他相處也蠻自在的 所以我想說那時候覺得OK 可是在開始有一些討論行程的過程 就覺得 等一下他會聽你的Podcast嗎? 我不知道他會聽 但我們現在已經沒有聯絡了所以沒有關係 OKOK 所以他會聽就會聽吧 好 對反正我已經在我的Podcast 講過很多很多故事了 反正後來就是因為在討論行程上面有一些 覺得好像有一些不太 和嗎? 對 一些意見不太一樣 雖然我都是尊重 因為他是他找我去的 然後所以我一開始也想說 沒有就尊重他想要去的行程 像一開始他找我 他就是主要想要去和客戶 富士山那邊 我想說好啊反正我也沒去過 因為其實日本也是我從來沒去過的國家 這次是我第一次去 對所以我想說一切也很鮮 所以想去就去 然後他只是想要叫我找一些 其他我想去的點 因為他可能也知道我會找一些點還是怎麼樣 所以我本來就有存一些口袋名單 或是找一些 我就有跟他分享 在我們就是訂好機票的隔天吧 他就傳了一個他做好了一個ECL表 他也是一個童真小雜人的概念 他整理的超詳細 他就把那個行程啊天數跟住宿餐廳 各種都分一個分頁的那一種 然後整理的超仔細 叫我把那個 比如說我想去的行程可以貼在那裡 我想去的餐廳也可以先貼上去 還有一開始就在討論說什麼 因為我們只是先確定要去的天數 但是我們因為還沒訂飯店 所以不知道我們要在東京待幾天 要去河口湖待幾天 然後大阪待幾天 我們去好多地方喔 對因為就是大阪那時候也還不確定 他那時候也說他可能想要去明谷屋 因為他其實也在東京待了五天 所以他只是問我對東京有沒有什麼想去的地方 但他去的時候他是自己去的嗎 沒有他就是跟他朋友一起 他們是一群人一起去 對然後我那時候也覺得 也是第一次去就覺得都可以 後來我們就決定 東京只待三天 去河口湖住了兩天 兩天一夜然後去大阪好像四天還五天 忘記了後來大概是這樣子 先講就是還在台灣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只是先剛確定一些天數 跟大概的行程嘛 詳細的都還沒有開始討論 然後是到大概出發前一周吧 前幾天而已一周以內 然後他再跟我要確定 每一天的行程是怎麼樣 因為其實我自己也有一個習慣 就是我會像我出去完 我也會做一些排 排程嗎 對類似就是我大概會把一些點抓出來 就出國才會來在台灣不會 像是PPT的那種檔案而已 所以我先把我整理好資料給他看 他好像沒興趣吧 他就說主要我想去的地方 主要還是貼在他整理的那個表單裡面 我就說好 後來我們就在那個表單上面討論 比如說第一天早餐要吃什麼類似這樣 然後就把一整天的round down 全部都講得很清楚 他好像需要這樣子很清楚的講 我想說好 然後因為是到我們那時候討論到某一天 就討論到後面去大阪要去京都的時候 因為在京都我找了一間 我蠻想去的一間店 但我其實也沒有一定要去 我就找了幾間 有一間是我蠻有興趣的 因為他其實在京都 他已經找了很多點 所以他覺得點好像有點太多 他就問我說 你那間店有很想去嗎 然後我就說 要去也可以不去也可以 我就說當天看時間可不可以 就跟我出去的朋友應該都是這樣 就是如果我常常出去哪裡 我就看當下 如果時間夠的話 我們就再去一個地方 如果不去不夠也沒關係 就沒有一定要去 因為我本來就存很多點 就如果有時間就可以去 沒時間沒關係 我就只是這樣講 然後他就說 你可不可以現在馬上確定 然後想說為什麼 這麼兇 我就想說為什麼我要馬上確定 對 如果時間夠就去不夠就不去 不去也對啊 對他就叫我馬上確定 然後我想說好算 然後我就跟他說不要去不要去 所以我就說那就不要去 可是那個地方沒去真的蠻可惜 可是後來我當下都沒有覺得怎麼樣 我直接跳轉道 算了先不要跳轉 反正這件事就是在台灣發生 所以我就覺得我們後來在台灣 有一些相處狀況 就沒有那麼契合 所以我其實蠻不想去這趟旅行 然後我跟一些朋友抱怨 很多朋友就說那你就不要去啊 所以你那時候已經買機票了嗎 對就是機票都訂好了 就住宿也訂好了 可是我那時候也不是很想抱怨這件事情 因為我都已經買好機票 然後他們就說那你就不要去 你就現在都退一退 要退也不是不行 可是我覺得就是我都答應他了 而且我也是覺得我蠻想出去玩的 對這是剛好一個機會 一點是我答應他我不想反饋 因為我覺得我這樣好像很白爛 雖然我當然是可以做一個很雞掰的人 但是我那時候覺得沒差 然後又自己很想去玩 所以還是還是去了 你有沒有覺得很無聊 一直聽我抱怨這些事情 我喜歡聽故事 分享一下這些鳥事 今天就是純聊天啦 對純聊天 再來就是我在台灣還有在聊天 比較頻繁的聊天的時候 他那時候就剛訂好機票 因為他其實是自己訂的 因為他跟他朋友一起嘛 然後我自己就自己訂 他好像在一個旅遊網站訂的 我是在官網訂 我也是訂虎航 跟你搭那個去的時間是一樣 官網訂的話他是可以選機位的 對可是他那個要加錢對不對 我忘記了要嗎 我可以選機位 反正我訂的是可以選機位 所以我就先選好一個位子 來回我都選好位子 反正去就是我自己去嘛 然後回來 我有問他的位子 他說他那個在旅遊網站購買 好像不能夠選位子 我就說我在官網的我可以選 就是我也可以換 就我去看就是我要換也可以換 所以我說那等你位子出來的話 我再看我要不要換 他就說好啊到時候 至少要坐一起回來吧 他那時候還跟我什麼 找你去分開回來太怪了吧 還好吧 分開坐著回來 他那時候只是這樣講 後來當然我們真的沒有坐在同一個位子回來 我也覺得蠻好的 蠻慶幸的 好這件事情等一下再繼續說 總之 我想到我想什麼 就是我們還在台灣在聊天的時候 就是剛這件事情 他有說回來要一起坐回來 還有那時候 我有先問他說 他跟他朋友就最後一天 他的最後一天他會跟他朋友到幾點會結束 我就看他的時間我可以排我自己的行程 然後所以他那時候他原本一開始是跟我說 他中午之後就沒事 他說他自己中午之後可能就會跟朋友分開 然後所以我一開始設想 就是我們大概中午左右過後就可以碰面 然後可是就在出發前直接跟我說 我們直接約第一天的晚上九點直接約在飯店 什麼意思 我想說對啊我一開始想說什麼意思 我也沒有問 因為其實後來我已經沒有很想跟他就出去了 然後所以我想說沒關係 那我就可以自己一個人有一整天的時間 我覺得OK 所以我也沒有問他為什麼 只是我覺得很荒謬而已 所以我當天自己飛去日本 第一天我就是一個人的行程 我晚上才跟他在飯店碰面 第一天晚上 因為我們都是雙人床嘛 那個床其實是蠻大 就是有點King size那種床 我睡靠牆 他睡在外面 我們中間其實應該都還有一些空隙 可是因為當天很累 因為你知道搭那個十二點凌晨的飛機 到那裡是四點 已經想睡掉了 就凌晨多明的睡 因為我也沒有辦法去飯店房間 我只去寄放行李 我就開始在外面亂跑 所以我當天非常累 洗完澡我也就睡著 我就睡了 隔天早上起來 他就突然問我說 你是不是很喜歡睡外面 然後我想說什麼意思 我就說沒有啊怎麼了 他就說什麼 你昨天一直往就是往外面這裡睡 然後他覺得很擠 他就說他覺得很擠 你說到底是多擠 大笑多大 他沒有很怕我也沒有很怕 而且我真的不覺得 我不知道可能我真的太累 可能他的角度真的覺得我有擠到他 我覺得沒關係 這是他的感受我尊重他 然後我就被這樣講 我就覺得好有點不爽 我就說好沒關係 我想辦法 想辦法 那時候沒有人想理他 那時候還會問說你要想什麼辦法 沒關係我就說沒事我自己會想辦法 通常我睡著 睡著前是什麼姿勢 我醒來就是什麼姿勢 我通常睡著不太會動 除非我真的做夢或是幹嘛 你很厲害 或是真的太累了 對所以我當天我真的沒有影響 因為我當天睡著 我記得我是躺著 躺在我這邊位置躺好好 然後我隔天醒來 我其實也是睡在我這邊 對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我往旁邊睡 他現在自己做夢 他自己做夢夢到你一直在吉他 我不知道 可能真的有 我不能否認中 對我也不確定 所以只是我覺得他這樣講有點那個 他可能可以講微軟一點吧 我不知道 反正他講的口氣是 其實他明顯的不爽嗎 我覺得他有一點不爽 不然我再講一下 就是他有來過我這邊 就是我現在住的這間房間 然後那時候我們在台灣 其實相處的都蠻好的 他有在這裡睡過 欸這裡的床更小 我床更小欸 他都沒有覺得緊 他在那張大床然後跟我說很緊 他只是單純看你不爽而已 所以我想說他其實可能也對我 已經沒什麼感覺了吧 到底多緊 中間大廈要多緊 然後所以隔天呢 隔天晚上睡覺 我就直接 你知道我很荒謬 我整個人貼著牆壁睡覺 我就整個人貼在牆壁睡 我就看你這樣要說還有多緊 對反正後來他就沒有講 因為我就真的貼在牆壁睡 然後隔天早上起來 我也是貼在牆壁醒來 我覺得天哪我要多委屈 好妙喔 什麼東西啊 對好反正就是小抱怨一下這件事情 這什麼好笑的 再回到我們討論行程的時候 討論完之後呢 他其實他就叫我做一件事 因為主要的行程是他在貼的 他那時候就在整理 然後把我們最後確定的行程貼好 我們那時候是用電話在討論行程 然後用電腦就暈斷 然後討論完之後呢 他就跟我說 你可不可以把這些點到點的交通 全部都找出來放進去 我一開始有點問號 我想說好沒關係 你要我做就做 你知道日本的交通比較 也不能說複雜 但他就是有一個 譬如說點到點 譬如說A到B點 他可能有很多種方式可以調 而且他們的那個線很多 我就全部整理完了 譬如說A到B點 可能有三四種方式 我就把這三四種 同樣是地鐵或是電車的方式 全部都找出來放進去 我就把這每一天九天 我全部這樣整理完放好 因為其實他那時候 叫我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有點問號 因為我覺得這些 因為那時候我們討論行程 我們大概就有看這些 點到點的地方順不順不順 其實是順 只要我們在當下 現在App或是Google很方便 只要查一下你就可以知道 所以像我們出去玩也是 就是我們都直接查 就其實在當下你只要當下 你在當下做 你就知道你要怎麼搭了 所以我就那時候就覺得說 你為什麼不要當下 你要叫我做這件事 但是我想說沒關係 你叫我做我就做 所以我就真的做完了 你很像小秘書欸 然後他是主管 不知道在幹嘛 然後我覺得他也沒有看 那我做完了 我就跟他說我做完了 你可以看一下 但我覺得他也沒有看 因為在日本的當下 就譬如說我們在一個A點 要去下一個地方 他也自己在Google 或是他就會問我 他就問我說我們等一下怎麼去 然後我就會問他說 你有看我做好的東西嗎 我就覺得他根本就沒看 我做完其實我也不會記得 因為我也是當下就是 其實真的是直接Google就好 我看他自己在Google 這件事情我就有點不開心 到後面是 這件事情讓我們有點小爭執 但是我沒有想跟他吵架 是到大阪的時候 因為他其實就這幾天 就從東京開始都這樣 然後到大阪 我們要去京都的前一天晚上 我們就在MBNB裡面吃晚餐 我其實吃完就在洗完 因為那裡有廚房 所以我手根本沒看我的手機 他就從房間叫我說 我們明天要怎麼去京都 他又在問這個問題 我那時候在洗完 請打開你的Excel 因為我在洗完 我也沒有辦法跟他確認 我就我也不記得 明天要怎麼去 我在洗完我就說 欸我放在上面啊 你有看嗎 我就很平穩的這樣問他說 你有看我放在上面嗎 他就說有 我就說那就照上面的 應該就沒有問題吧 我就繼續洗完 他又滑手機說 那所以明天到底要搭哪一個 什麼啦 他就類似又再問了一次 那我想說我在洗完 你要現在跟我講這種事情嗎 對啊 所以我就再回了一句 但是我還是沒有神氣 我就已經很平的說 欸我放在上面的是哪一條啊 你有看嗎 我就只是在說 欸我放在上面的是哪些 你有看嗎 然後他就突然好像很不爽 他就突然很大聲的說 有 我說我有看啊 他就類似 我不知道我沒有辦法模仿他的口氣 但他就是 口氣聲音突然變很大 然後態度很差 就說我有看啊 他一直重溝 剛剛不是說我有看了嗎 有看你幹嘛還要這位置 對 我就心裡這樣 我那時候當下超想跟他吵架 但我忍住 我想說忍住 我不要破壞這趟旅行的興趣 我就忍下來 我就沒有講話 我就說我等一下洗完 看一下哪一條 他就自己有google 他根本就自己在google 根本就沒有要看我 你打的那些東西 他一直跟我說他有看 他自己在google啊 他就突然說 我查到那個明天可以搭什麼什麼 他就突然說他查到了 然後我就說 喔好 你查到就好 你查到那就照你這一條搭 因為我真的不想跟他吵架 好這件事情就結束了 但是你知道他查到 他其實也沒有查好 我覺得他也沒有查得很仔細 因為我們當天要去搭那個車 要去京都的時候 他到車站他也搞不清楚狀況 因為你知道去京都的車 也有分很多車種 對 他有分快速 新快速 跟特級 還有普通列車 對 就有類似這幾種 反正那時候我查的 我印象中就是 普通快速跟新快速 是不用再加任何費用 只有特級要再加錢 對 他當天就跟我講說我們可能要打普通 我想說為什麼要打普通 普通要打一個小時 我忘記是不是 反正就蠻久 快速只要二三十分鐘以內就到 差這麼多 對 就普通有點像區間車 就快速跟新快速都很快 然後特級又更快 特級大概十分鐘就可以到 特級大概像我們的高鐵那種 對 類似 所以只有特級要加錢 快速跟新快速都不用 他那天跟我說什麼 快速跟新快速好像要加錢 當然說我查到的不是啊 然後我就當下在google 然後就直接把我google 查到給他看說 新快速跟快速不用加錢 然後我就說我們就搭新快速 然後就搭那個 然後在車上 然後我一上車我就覺得怪怪的 你說那個氣氛嗎 這整個路線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點進去我的Excel表 看一下我放上去要去京都的路線 完完全全就有這一條線 就是我們此時此刻搭的這一班車 所以我不是有放 然後你跟我說你有看 你到底在看了什麼鬼 什麼東西啦 就當下真的很不爽 什麼意思 這是什麼意思 真的欸 我只是想要跟你找家吵吧 就是有類似這種事情 因為在東京的時候其實就 應該不只是在東京 就整趟旅程 我都蠻想跟他講 我們可不可以分開各走各的 但我有點鬧 我在那個當下覺得 一方面是不想跟他吵架 然後一方面我就是怕他有報復心態 因為去年才認識的 然後你其實沒有多少 雖然那時候在台灣相處的還可以 但是後期要去之前 就有點沒有那麼合了嘛 不確定他到底是怎麼樣的型態 尤其是我們都住同一間房間 我很怕就如果沒有按照他想要的方式 把你趕出去嗎 把我東西丟掉啊 或是對我的行李 或是對我的東西做成事 那方面是那時候訂的房間 雖然他有付一些房間費 但是他訂了兩個 東京跟河口不是他訂 但是大阪的 還有新幹線跟那個富士輝 都是我訂的 反正假起來 就我這裡付的錢比較多啦 然後他還有再給我錢 他那時候就還沒給我錢 那時候我們如果真的吵架 我拿不回來我的錢 我會損失慘重 想說好我們新平氣合 不然我就很想跟他說 我們就直接分開好了 因為像是在東京的時候 是我的第二天 我跟他出去的第一天 他非常喜歡逛ABC Mart 跟藥妝店 他好像要幫他買 他幫朋友買 他主要幫家人買鞋 然後藥妝的話我不知道 反正他就是 就是 Always逛街就是 ABC Mart跟藥妝 對 那天人跟他去他就先說 他想逛ABC Mart 反正附近就很多嘛 就日本上野 我們今天去上野 我們就先去逛了一間 那一間就有兩層樓 我後來在二樓逛一逛 我下了一樓的時候發現他不見 突然看到他傳給我的Line 他說什麼 他發現附近還有其他間ABC Mart 他自己先去逛 我們等一下幾點直接在某個地方會合 什麼吧 我是沒意見啊 就是他要去逛也是OK 然後他要我陪他去逛我也OK 他想要自己去逛我也OK 我只是覺得當下那個就很好笑 就是很荒謬 很荒謬 所以我當下要突然變成我自己一個人的行程 他說你早點講 我可以早點 我可以想一下我要去哪裡啊 他直接這樣把你一個人亮在那邊 對 我覺得超莫名其妙 雖然我也很開心 一方面覺得還好 我不用跟你一直綁在一起 雖然我後面也很想跟他說 那我們就直接就是 一整天就分開 等一下也不用會合 直接分開大家自己各自解散 但我還是沒有這樣做 我還是就是很爛好的 所以他把基本上的行程走完 還有一件非常值得講的事情 他基本上都沒有照著我們那個行程的餐去吃飯 就我們排好想要去的一些餐廳 都沒有 你知道他都吃什麼嗎 他都吃便利商店 他都吃便利商店 你有看到我罰我嗎 有我有看到 我不是說我這一趟最常吃的就是便利商店 對 我沒有不喜歡吃便利商店 日本的便利商店也非常好吃 但我覺得可以吃個一兩餐 或是一個早餐或宵夜OK 但他基本上每餐滿長的找子 那幹嘛要排行程啊 我就覺得很荒謬啊 而且像我們找好的一些餐廳 也不是找好的 就本來有預期要去吃的餐廳就沒有去吃 還好我自己有一些自己的個人時間 我就把那些個人時間拿去吃我想吃的餐廳 那我主要也只有去吃拉麵 因為拉麵比較好一個人去吃 像一些燒肉店還什麼就很難 所以我自己一個人比較強就是去吃拉麵 像他有時候晚上就是說他要去吃便利商店 我就說好那我自己去吃 所以就類似這樣 我不知道是他旅費會花完還是怎麼樣 可是他也一直在買東西 譬如說那天我們就去吃了午餐 然後午餐有照我們原本排好的行程去吃 到了晚餐我就問他說你會餓嗎 他一直說他不餓 我們回飯店他說他餓了 他要去便利商店買東西吃 所以有時候我其實逼不得已 也會跟他吃便利商店 然後還有一天 好荒謬喔 就連續這樣好幾天 他就是基本上某一餐 就一天的早餐至少一定會有 至少會有兩餐喔 就是早餐他一定買便利商店 午餐跟晚餐有一餐也是便利商店 到底是有多愛吃便利商店 或是那種便當店 就日本那種日式便利商店 就也很像便利商店 他們有時候會賣那種便當的 就是他們可能快下班 就晚上他們有時候會出勤一些那種 很像超市的那種商店 就類似這樣子 然後我就去買那種 我就非常問號 反正有一天也是 因為那天晚上是原本排了一間 我很想要去吃的一間店 後來有去吃到啊 就是那個雞排湯關東桌 那間超好吃的 那間真的非常值得去吃 那天原本就排好那間了 就找的我想去吃 當天他下午突然跟我說 我晚上想要吃麥當勞 等一下那個麥當勞 是有在你影片那個麥當勞嗎 沒有沒有影片那個是我自己要去吃的 其實就是當天同一天沒有錯 因為他當天就下午跟我說 他晚上想吃麥當勞 我就問號 我就想說 他我們原本排好晚上那間不吃了嗎 我就很委婉 他說晚上那間所以不吃嗎 他才突然想到晚上有排那間 他根本就也沒有記得行程是什麼吧 我就說那我自己想去吃 如果你不想去吃的話 你可以去吃麥當勞沒關係 但他那天有跟我去吃那個關東桌 因為那天晚餐我們蠻早吃的 晚上蠻早就10點左右吧 我就問他說你還會餓嗎 我可以去買個麥當勞 如果你想吃的話 我們現在可以買宵夜 因為我覺得麥當勞這種可以吃 有人說日本麥當勞可能比較好吃 還是什麼的 我覺得可以吃吃看 那就可以 可能可以當宵夜或是幹嘛 對 所以我當下就問他說 我現在要去買麥當勞 你要吃嗎 他當下都說不用 所以我那天那時候是自己去買麥當勞 對我還是可以吃吃看 反正就這樣蠻鬧的 還是他就是單純只是喜歡排行程 但他就是沒有要照那個行程這樣走 我覺得也不是吧 他應該還是想照的行程走 但就是我 可是他幹嘛每一程都是便利商店 對我就覺得那我們的行程 到底排什麼意思 然後又硬要排行程 對他這樣子然後點到點那個 我也覺得很問好 真的是很荒謬 非常荒謬 還有什麼 還有一件事情可以分享 好 要回來台灣的事好了 因為要回來的時候 因為我們班機 雖然是同一班 但是我們座位就是分開的嘛 我當天其實也蠻不開心的 就最後一天要回來 因為你知道我們 最後一天回來的飛機是晚上 好像六點吧 六點多 快七點的飛機 所以其實當天還有一大半的時間 可以在大阪市區晃晃 我們當天就沒有排一些什麼行程 我只有排一個我想去的點 之後沒什麼事 我們可能就可以再去逛逛 去完我想去的那個點 反正就是一個神社 就我有發就是那個 很大的那個獅子的神社 八阪神社 然後我們就去完那個神社 那時候很早 因為我們大概十點就出門 所以那時候 續完也才還沒中午吧 然後他突然跟我說什麼 他說還是我們現在就去機場 蛤?蛤? 為什麼? 我真的會想說 這麼早嗎? 他就說反正現在也不知道要去哪嗎? 他說我有沒有想去哪 因為我當下我當天就沒有排特別的行程 所以我當下也沒有想到去哪 但是要去哪我們可以再找找 就是可能附近再晃一下 但他就可能沒有想要晃 他就說就去機場好了 我後來就想說 算了就去 然後所以我們中午喔 真的是 會生氣 真的會生氣 他真的很適合自己一個人出國欸 沒有我不覺得 我覺得他是不是也討厭我 他可能也不喜歡我 就從一開始 我覺得我們後期他可能對我也沒有什麼想法 那好歹也裝一下吧 你都已經約人家出國了還這樣子 不知道 反正我就盡量配合他啦 他要去機場我就去 其實我當下就覺得很莫名其妙 他說我還有一半的時間 然後你跟我說想要去機場 所以你知道我們那天 還是他想要逛免睡店 對他有一部分想要逛免睡店 對他有一部分想要逛免睡店 可是我覺得那個時間也夠啊 太早 我們還很久欸 對啊 所以你知道我們那天中午就直接到機場 我們中午就在機場 傻眼太早了吧 我就很超問 好然後所以我就自己就去吃拉麵 在機場去找 又在吃拉 因為我找不到 因為他也沒有想要吃什麼 他就只說他不餓 他有吃便利商店嗎 他還是不餓欸 我真的不知道 然後我就想說我很餓 我真的想吃到欸 然後反正我們就在機場 我們就在那邊耗了幾個小時 可是一路睡到就是 這隧道要登機 要去登機的時間嗎 對要去登機的時間 就是那幾個小時 等一下不用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謝謝 對我真的是謝謝他欸 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OK好我們要去登機 就是到了我們要登機的時間 進去啊報到什麼的 然後我們就在等報到嘛 然後他就突然快到 要可以報到登機的時間 他就說他就突然說什麼 那他自己要先登機的那個什麼的 對他就他先去登機 他說他的號碼好像要 嗯比以前沒有 對按照號碼我知道 這是正常的 對他本來就會按照順序叫號嘛 我就說好你趕快走 不是我沒有叫他趕快 反正 反正他突然就說他自己要先去登機 我就說喔好啊好啊 嗯好沒關係趕快走 嗯當下就想說 好我們應該到這裡就結束了 我們應該回台灣也不會再 不會再聯絡了 不會再特別要去碰面什麼的 對 因為我們座位就分開 我想說他到台灣應該就是他就走啊 他就各自解散 就各自解散就好了 那你知道到台灣就是我還 因為他的座位真的是在比較前面 他也是先下飛機 然後我也沒有打算要理他了 嗯嗯 我就也自己要去下飛機 出海關拿什麼 然後就突然收到他又賴我 他說什麼 我等等在那個拿行李的地方等你 嗯那我說 你為什麼還要等我 你到底 不是就不想要跟我一起嗎 要不趕快走 對他為什麼他在那裡會合 我想說還要會合 會什麼 你就趕快回家吧 然後好吧 他就真的在那個拿行李的地方等我 嗯他可能想說 那個好人當到底還是什麼 但我也有點可能 好聚好散啊 類似這樣 我們就拿完行李 要去搭機捷回來台北 我在日本其實也蠻常發生這個狀況 因為有時候我在日本就是搭地鐵 有時候卡會感應不好 不好 正常人跟朋友出去 你一進站你不會 就是會看一下你朋友進來了 對 他完全不會 他在日本也是 對在日本已經發生好多次 他就直接進站 然後他直接下月台 下月台找不到我的時候 他才發現 他就傳說你在哪裡 然後我就說 你都不會看一下我還沒有進站嗎 因為我可能卡有什麼問題 就在找站務人員幫我處理 對他就直接下去 就超過很奇妙 好結果再回來台灣又發生一樣的事情 就是因為我太久沒有拿我的悠悠卡 就是在日本那麼多天 我就在找我的悠悠卡才拿 他就已經先進站 然後他也下去月台 後來找到我就逼卡進去 下去我就沒看到他 剛好有一班列車進來了 我以為他已經進去那個車廂 對 所以我就也趕快先跳去車廂 我就說我進車廂了 你是不是也在裡面 結果沒有 因為我在月台沒看到他 他就說沒有他還在外面 我講完之後 車廂的門就關上了 他還說天啊門關起來了 你還在外面嗎 然後說喔好很好 那你回去小心啊什麼 結束了這趟荒謬的旅程 天啊 我用聽了我就覺得非常累 真的很累 真的很累 只是感覺一整個旅程 就是一直在配合這個人 他叫你媽排行程還是什麼 看那個日期 就搭車那個什麼時間 重點是他根本就沒有看 對我就是覺得他沒有看 然後叫我坐 所以我就覺得蠻不爽 謝謝這個旅辦 真的是旅辦要勝選 因為當初真的是不知道 因為我們真的認識不久 會這麼荒謬 我覺得我自己也有問題 但他在台灣就沒有這樣 可是因為我們在台灣的相處是蠻好 因為我們在台灣也出去過幾次 很正常 像我們也一起跨年 反正當初的感覺都蠻好 所以才覺得可以一起出國 好像可以試試看一起出國 對但是就沒有想到在出國前 就可能有一些我覺得 不太對勁的地方 然後但是我後來一直在說服我自己 我本來就是當一個工具人的角色 反正是他找我的 我一直在說服我自己說 嗯我就是工具人 我就是陪他去 我不要有自己的想法 但就是會真的蠻痛苦的 很累耶就是 所以就是蠻多想去的地方沒有去到 我可以再跳回去京都那個 像我京都想要去的那個地方 我現在可以講一下 那個地方是鴨川 就是我後來我一開始其實也覺得 沒去到不會怎麼樣 然後之後我回來之後 我朋友就知道我去京都 他第一個問題就問我說 你有去鴨川嗎 鴨川是 直接戳到我 他那邊是什麼 就是一個河川 他叫鴨川 然後他有點像是台灣要哪個地方可以形容 可能有點像華山 可是我覺得 可是我覺得這樣講有點太low 不是他就是那個一個很chill的地方 但他旁邊是河川 然後會有人在那邊野餐就對了 對會有野餐很chill的一個地方 還是有點像河濱公園那種 有點河濱公園 很日式 他旁邊有一些日式的小建築的 就是京都你去查鴨川美到不行 我跟你說我查的那一間店 就是在旁邊的一間店 它是一個有點像是選物店 賣一些椅子或桌子 但是他提供他可以租 因為他的桌椅都非常的美 然後就是你可以去那間店租他的桌椅 去鴨川野餐 看起來很酷耶 他很多房子 對反正就很美 現在可以暫停一下 我給你分享一下那個我找的那間店 好很酷耶 繼續分享京都這件事情 京都當天也很荒謬 我發現這件事情還沒有講 京都前一天就有點小爭執 雖然不想跟他吵架 但是去了當天 你知道其實當初他在排 他想去的那些京都景點 我大概看了一下 你知道其實都很近 就其實那些景點就是走路可以到 就走個三四分鐘 就他是一連串 因為京都其實那個觀光區不大 清水寺啊那一區 他想去的那些點 就是我拍照我分享 走路都很近 都很近 所以我們當天 大概七八點的車 可能九點左右就到京都 那我們大概中午以前 中午左右也把京都那他想逛的那些地方景點 都逛完了 中午他原本想要找一間 京都一個很有名的東西 但是我現在想不起來 反正如果有去過京都 那可能知道 就京都很有名的餐廳還是什麼的 後來也沒吃喔 你知道我們後來中午去吃什麼嗎 又吃便利糖店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回去京都車站旁邊的 一個百貨公司裡面吃美食街 蛤 什麼啦 吃手美食街 是不是很荒謬 到底去京都幹嘛 這個就很像 我已經到台南了 我去那邊的百貨 然後吃地下美食街 而且那些美食街 是我在台北可能就吃得到的東西 對 我真的是謝謝 我真的 對我真的是謝謝 反正就是他 他後來也不想找 他覺得很累吧 然後他想找地方吹冷氣還是什麼 真的給我回家耶 反正我不知道他的心態是什麼 反正他就說他去那個裡面吃就好 然後我想說好隨便你 到底想怎樣 我已經不想要有任何意見了 對所以我就跟他去美食街吃了午餐 然後吃完午餐喔 我們就離開京都了 好喔 是不是很值得不想 那時候我們在討論 他還跟我說什麼 叫我馬上確定要不要去什麼的 那時候我就想說 對啊就明明時間還那麼多 就明明還可以排 就是還可以去 當下我真的不想跟他爭執 嗯 我說好算了你就回去 所以你知道很可惜 我去京都也是快閃 你家沒有去的 我得去我只京都 欸待不到半天欸 幾個小時啊 十十一十二一 大概大概四個小時 四五個小時 浪費車票 我真的大概四五個小時 去那邊吃北十街 對就離開京都 我覺得超可惜 所以我朋友問我去京都的時候 不要跟我提京都 當我沒去過京都 Oh my god 真的好可怕喔 我真的不知道會這樣 好可怕喔 這個不行欸 我覺得旅班很重要 旅班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其實 而且如果你們又剛好就是去這麼多天 他真的會很影響就是可能 他如果一直就都這樣 就會很影響你們後面一起再出去的心情 很影響我覺得從一開始就蠻影響 沒有或是還沒見面 我們還沒去我其實就很不想去 但我就盡量讓自己想說開心一點 但就是沒想到鳥事還是這麼多 像行程沒有照著那些 然後很多餐廳沒有吃到啊 一直在吃便利商店 對我就沒有想到會有一些這種劇情發生啦 好啦很幽默 我就覺得這趟真的是很災難欸 真的 我用聽了我剛才用聽了就覺得 Oh my god太可怕了 我真的是活該 反正你以後也不會再見到這個人了 對然後我們回來之後就沒有再聯絡了 也沒有必要聯絡 就是從那個季節之後就沒有再聯絡 對但是還有一個事情可以分享 請說 突然又衍生一件事情 他找我去之前我們就已經認識 所以他知道我有拍影片 因為他找我去的隔天 我其實就跟他說 我出去完我可能會拍影片 我可能會拍Vlog之類的 然後問他他會介意嗎 他跟我說不會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台灣相處就還蠻好 那我們應該可以拍一些有趣的東西 可以請他幫我拍 或是我們拍一些就是比較有趣的 你有一個過馬路那個是他幫你拍的嗎 不是那不是 那絕對不是他幫我拍的 我想說 看來聽起來應該就不是 對不是 但是因為要去之前就有點不合 去的當下又有一些 我會覺得我 就我在不熟人的面前 我其實不太敢拿起相機講話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很尷尬 然後加上我又不想讓他聽到我在拍什麼 或者我在他的旁邊 我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在 用相機 拿相機起來拍 就算有的話我們其實會有隔一段距離 比如說走路他可能走前面一點點 對 或他在後面一點點 然後我自己趕快拍然後講一下 嗯 類似這樣 所以我基本上應該是沒有拍到什麼他 然後他再回來就是積結這件事情 想說可以結束了嗎 他就傳訊息說什麼 你這幾天如果有拍到我的畫面 你可不可以不要上傳到網路上 我就說好 反正我也沒問他為什麼 然後他自己說什麼 他不想要露出 嗯 然後我想說露出 你以為你是誰 對啊你以為是誰 露出什麼 然後我就想說我也沒有拍到你什麼吧 不在乎 我想說我根本就也沒拍到你什麼 真的 你要露出什麼 然後加上我的頻道根本沒什麼人看 你到底是覺得要露出什麼 然後我就覺得很荒冷 我就覺得他真的從頭到尾都覺得很荒冷 而且你當初還說我拍影片你不會介意 而且我拍的當下 我基本上是沒有拍到你 那你回來跟我講這個 我就覺得莫名其妙 嗯蠻好笑的 但我後來整理 我最近在剪那個富士山的 因為我東京的神鎮紫上線 嗯嗯嗯嗯 我最近在剪富士山 富士山的確有一卡有拍到他 有在上面嗎 我還在剪 然後只是我還在想到底要用那個畫面 很明顯嗎 有因為他就在我斜旁邊啦 因為我在講話 我有點想要用那個畫面 可是要用的話我就要把他打馬 所以我可能會把他打馬賽克 那你東京那個不是你們有一個吃飯的 喔那是那個有他嗎 沒有那是另外的朋友 不是不是不是 對我有拍的就不會是他 對因為剛好在東京有朋友也去東京玩 然後我們就 是那個女生嗎 不是不是是另外我在東京 又在英文 對對對對 很多顆耶 就剛好在東京 我原本也想起這個女生幫 因為第一天完全沒有事情 就是我第一天是自己完全自由行 剛好遇到他 就剛好我們在 我在機場的時候遇到我一個高中同學 然後他跟他男朋友也要去日本 我們大家同一段飛機 所以我原本想說 那我們第一天要不要跟他一起 反正我也沒事 可是他們要去的一些點我還好 然後我想去的點他們也還好 然後想說好沒關係我們分開 對不用勉強 對不然我蠻想叫要幫我拍的 但想說算 因為我跟他比較熟啦 比較好講話 對然後後來就是 就有另外一個朋友也剛好在日本 所以我就找另外一個朋友 大概是這樣 是不是很鬧 這個人聽起來 他就是適合自己出國的人 可是我覺得 我不相信他跟他朋友出門會這樣 就是他原本那一比較熟的 像他前五天跟他朋友 他都有發一些生動還是什麼的 但他跟你出去的時候就好 我覺得對我覺得他跟他朋友出門不可能想跟我講 我覺得他可能也不是很想跟我出 可是他在故事是什麼啊 可是我不知道 對我不知道 因為在台灣之後還OK 我一開始覺得可能是我自己單方面覺得 跟他有一些那個不合而已 他可能還好 但我覺得我不知道 後來我覺得他可能也覺得又吧 所以只是我覺得這一連串都好 非常荒謬 以上就是我這次去日本很不知道在幹嘛的故事 我也覺得非常可惜就是 但該去的景點還是 還是有趣還是有趣的 就是至少有一些照片有拍到 只是我覺得我影片很可惜 因為我影片本來想要拍的更有趣一點 但就是拍的蠻無聊的 我看你那個當天上 唉說來話去 真的很無聊 真的是不知道該怎麼辦 很哀怨欸 很哀怨啊 我覺得我這次拍 雖然我也不覺得我會拍的多有趣 但是至少比現在 原本拍的還要好看 至少會比現在好一點點吧 我自己覺得啊 但就很可惜 我覺得我富士山超難看 真的嗎 我覺得後面因為我原本以為富士山會好一點 但沒有啊 就富士山其實沒有比較好 我在整理的時候就素材都很不OK 所以就蠻無聊的 但就當紀錄啊 反正我還是有剪 我還是會分享 我期待 真的是下次可以再去日本 真的 這次去完我是真的蠻喜歡日本的 我覺得很 對我覺得好像真的還可以再去 可以 而且我覺得我這次這樣拍 雖然去了很多地方 但我覺得不會到很趕 可能我去了很多天啦 對 因為我去了九天 九天很夠啊 對因為我在東京有待到三天 我覺得三天其實算差不多 三天我覺得差不多 因為我沒有去迪士尼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OK 然後我有去富士山 河口湖是一個還可以再去的地方 因為富士山真的超級美 富士山我坐在回程的飛機就看對 我有看到你有閥 非常遠 通常從東京回程一定會看到富士山 但因為我是從大阪回來 我就沒有看到 富士山真的很美 而且因為我有其中一天 我富士山是沒有露臉 他就一直斷斷去一直被雲擋 所以我覺得很可惜 所以我覺得還可以再去 因為富士山其實還有很多點可以去走走 河口湖也是一個可以再去的地方 好讚喔 再來就是大阪 大阪我覺得可以不用排那麼多天 大阪那邊主要是逛街嗎還是 逛街 有一些景點 可是因為大阪就離京都奈良那一區很近 所以就是通常會去大阪都會排京都奈良 還有一些周邊的日區這樣子 但我們只有去京都沒有去到奈良 這樣因為我們在大阪就待滿多天了 所以就後面最後一天是真的下午不知道幹嘛 所以我後來想說算了好了 真的不知道幹嘛 就直接回去 因為我想說也不想找 因為這麼臨時想說算了 所以就去機場 還是有點太早 還是有點太早 所以你到底是想怎樣 都是可以再去的城市 像京都我真的就是很想再去一次京都 我也好想去喔 可以之後再想 因為像我這次其實就花了滿多錢 你這次你有算一下你這次花了多少錢嗎 我真的是不敢算 加你後面補買的機票 我想一下 那如果好先算沒有補買那個機票的話 大概 我們 我跟阿許我們就各換一萬 一萬二 我們各換一萬二台幣 兩天而已 很厲害你一萬二 是可以花到哪裡去 你一萬二很多 我覺得一萬二很多 你先說我等一下講我的 你說 就還有刷卡 因為我那時候看就是說 好像刷Light Pay 就是還有回饋什麼 所以我就沒有 主要換那個現金是 想說可能要搭車 或者是有一些小店他可能沒有辦法收信用卡 對所以就是他有再多換現金 不然有一些我其實都是用刷卡比較多 我們都是買服飾 就是衣服花的錢比較多 吃的我們其實我們都是吃便利商店 可是因為這兩天就沒有想說 對啊沒有想說特別真的要吃什麼 就都OK 你是說你們兩個人 一個人各換一萬二還是總共 沒有我們兩個人一個人換一萬二 那真的蠻多的 因為我跟你說這九天 你知道我換日幣總共換多少嗎 我只換兩萬塊台幣而已 那這樣聽起來我算好像有點 而且我們花的很完全 目前就是只剩下我皮包那兩塊錢 因為你可能真的都去購物吧 因為其實越像在機票 雖然我買的沒有很貴 但其實對我來說也是有點多 反正就是一萬多的機票 只是很多人聽到覺得很便宜 但是就是連行 來回嗎 來回啊 很便宜欸 可是連行啊 對啦 就是虎航來回一萬多 但我覺得還好真的很近 一萬多我覺得是正常 我不覺得 我不覺得貴 但我也不覺得多便宜 但如果好像跟之前還沒有疫情比的時候 應該是算貴一點點 對 反正就是還行 對我覺得還夠便宜 以現在來說大家都會覺得蠻便宜 可是我朋友買到更便宜的 所以我覺得 但他應該是更早之前的時候買 或是可能要看什麼社團那種的 我就總共換兩萬塊台幣嘛 主要是因為我有搭新幹線 跟富士回遊 因為這個都蠻貴 就是光一張新幹線的票就三千多塊 就大概是一張迪士尼的門票 欸我其實對車票都沒有概念 因為我也是沒有 因為我也沒去過 我是這次買才知道 有人說就差不多一張迪士尼也是三四千塊 會 就當我去迪士尼吧 新幹線跟富士回遊都差不多 所以我這樣買起來也是大概五六千 你看這樣加一加做交通費 然後我又去九天 主要是因為九天你知道 你去一兩天應該是沒有什麼感覺 但是我在那裡九天 就是他們電車好貴喔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感覺 就打交通 就是你是用西瓜卡嗎 對我是買西瓜卡 對就是一直儲值 對儲值兩次 你們儲值多少錢 我們好像第一次就剛下飛機 然後儲值我們是一個人儲五千 五千日幣嗎 對 五千兩天很夠 因為我其實會跑蠻多點 像我第一天就去了很多地方 因為我再去 我就先用那個手機 直接用那個數位 數位 我就直接在裡面用Apple Pay的方式儲值 我就先儲值了 好像也是五千左右 然後我一天好像就花了一半以上 忘記多少 反正就兩三千至少 用什麼辦法 他一天的交通費好貴 很貴 對所以你看我這樣九天 我後來就一直 我基本上就一直在儲值交通費 而且我發現就是他好像 如果你要轉線的話 好像你還要先出站嗎 然後再換到另外 還是要換不同的地方 所以你要看那個站裡面 可不可以內轉 因為有些在裡面就可以轉線 對有些是要出站的 這趟總共 算下來大概六七萬跑不掉 六七萬台幣 但有就包含住宿 對住宿加一家 就機票住宿 交通啊 然後在那裡的花費 還有刷卡這樣加起來 如果加那個機票錢的話 其實也差不多了 那很貴 因為你們只去兩天 我去這麼多天 我覺得六七萬就已經好貴 但就覺得 好啦算了就是因為第一次出國 我覺得就是在想起來 我會覺得這件事很好笑 對我現在想起來是 雖然蠻很多很鬧的事情 但也是算有趣啦 就整趟 而且你也是第一次去 對第一次去 然後又去這麼多天 我其實沒有花那麼多 是因為我有克制 因為就是我知道就是有很多 這些開銷了 所以我在日本的當下 都覺得我可以省一點就省一點 所以我其實沒有買什麼東西 買的東西大概是什麼 就零食嗎 零食一點點 我沒有買很多零食 就一些伴侶給回來 但就分同事跟家人 一點點的那種 就沒有買太多 還有一件很荒謬的事情 是我自己的事 好 就是我在要去日本之前 我的行李就超重 蛤 其實戴的是什麼 戴空的行李箱欸 但因為我們就是想說 去的便在買 因為你知道我這個人 就是一個衣服很多的人 然後我想要每天穿不了 我看到了 對你知道嗎 大家認識我的 你知道我衣服非常非常多 然後我又是喜歡拍穿搭 不是拍穿搭 就是我喜歡每天穿不一樣 所以我就帶了 我去了九天我就帶了至少九套 至少九套 而且你知道我們去的時候 又是很冷 所以冬天的衣服很厚 我就帶了各種冬天的衣服 都超厚的啊 而且你們又還去富士山 對那天冷到不行啊 所以我就帶了超多厚衣服 我的行李箱我在去的時候 其實就塞滿爆的 我以前都滿夠的 就是我其實也有冬天 像我冬天有飛去過韓國 只是去五天而已啦 沒有那麼多天 就是也沒有爆 就是剛剛好 重量OK 所以我在當下孤 我覺得應該也還好吧 就一去機場涼媽超重 結果怎麼辦 你知道超重多少 超重六公斤 太多了吧 超誇張 我第一次超重 就加錢啊 但是還好是因為我手提行李沒有 沒有滿那個額度 所以他當下就問我說 你要不要把一些到手提 那我就打開我的行李箱 我就發現我的衣服其實也不夠 塞到我手提 因為我手提也沒有那麼多 因為那衣服真的很厚 很厚 很厚我覺得很難塞 其實有些是不能手提的 你知道有些東西是 只能像液體 像乳液 因為我想說乳液最重 就是有一些乳液或是洗面乳 而且他還有限縮 不可以超過多少 對要容量 所以我原本就是最想拿那些 可是那些又不能手提 所以我後來拿一拿 我就只拿出了兩公斤 所以最後是超上四公斤 然後就加那個四公斤的費用 這樣是多少錢 加了兩千塊 兩千塊 可是這樣你回來 不是也等於超多 所以我回來也超 所以我回來就直接加買 因為他其實可以網路 因為我在廣網訂的 在起飛前三個小時都可以加買 而且在廣網加買會比較便宜 所以我當初應該要先在廣網加買 因為我當初沒有想到我會超重 所以我就直接破兩千塊 還沒去就先破 先燒兩千 先燒兩千 我真的是哭欸 所以我這趟真的是很精彩 各種鳥事 真的 然後我自己也蠻荒謬的啦 我也是啊 我行李箱也是 不知道為什麼第二天 我那個拉的那個提把就直接斷掉 然後因為我們第二天 幾乎我們就是都買的東西都放在裡面 所以他就要一直拿著 天哪 這趟很精彩 但是就是也蠻有趣的 所以才有 我就是去了這趟日本 你知道我在日本每個發生很多鳥事的當下 我想說 想趕快講 我就想說 有素材了 我有素材可以分享 有東西可以講了 然後整天晚上很精彩可以來分享這些很荒謬的故事 非常荒謬 我原本還想要分享一些就是像我為什麼不答應他 或是就是我們之間的一些 認識過程 對 但我覺得之後有機會再分享 就是我為什麼會這麼荒謬的 做這個決定 但是可以之後再分享 我們其實這集 就主要來分享我們這次 這次出國的一些鳥事荒謬事情 對 那你還有什麼要分享的嗎 我兩天好像也沒辦法分享什麼 反正就大家要看好那個飛機的時間 對就大家出去前上 而且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就是到機場的時候 因為已經錯過我班機了嘛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就很煩 我就看到有一個人打電話 然後就寫成田 我就接起來 然後聽起來就是一個大陸小姐姐 她就揶我耶 就是她就說 她好像也不會念我名字 就說請問是師小姐嗎 還是什麼的 然後就說嗯對你好我是 她就說請問你是已經在登機了嗎 還是哪邊 我說沒有我們錯過班機了 然後她就是要死逼問我說 為什麼會錯過班機 我想說你問了可以幹嘛 我又不能上飛機 她態度就很很兇 我後來就跟她講說 反正我現在就是也不能上飛機了嘛 就是也沒有什麼好再多講 她說嗯好那謝謝 不要煩我了 她為什麼會打電話 她是哪裡 我不知道 她是有說她是哪個護航嗎 她是以什麼單位 沒有我回去的時候好像不是搭護航 反正她是以航空公司的名義問你的嗎 對 可是就很怪 然後我想說你是在兇什麼東西 我就不能搭飛機了 不能想我怎樣 而且我重點是 因為我那時候還有去買那個 一個伴手禮 就是餅乾 那個還蠻有名的 叫什麼 就是 不是 不是 不是那個 但那個也很好吃 它就是也是夾心餅乾 裡面是奶油 然後有焦糖 很貴它五個就三百多塊台幣 我等一下再給你看它是什麼 它叫什麼 Butter Butter Sand 我好像知道 對反正就很好吃 我們就買了兩盒還是三盒 我們就那時候算在機場嘛 結果我們起來的時候 被偷走嗎 沒有我就沒有拿到 重點是我那時候是上計程車之後 就我們要去趕那個機場的時候 我就問阿許說欸你剛剛有拿那個餅乾嗎 然後他就看著我 他說什麼餅乾 然後我就笑著說 算了算了但我沒問 天啊 我覺得算了算了我現在可以搭到飛機 我就已經覺得心滿意足了 那個餅乾有沒有拿到 我已經覺得沒有差了 我覺得第一次出國好像會蠻慌張的 對而且重點是因為 我們就沒有特別排說就是 要去哪裡 但主要就是因為我們沒有看我們 搭那個特輯的那個車子是 時間是怎麼看的 因為我們以為他就是一直都 就有點像結院將 我們以為他就是會這樣一直來一直來 結果沒想到他是要再等半小時 還是要做一下功課 對大家還是要做功課喔 不要像我這樣子亂花錢 應該很多人都去過日本啦 像很多人聽到我還沒去過日本 都蠻驚訝的 對而且我就看最近好像可以出國之後 大家首選 就是第一站會去好像大部分 因為台灣人真的很愛日本 對日本真的很讚 但我就第一次去 那個風氣真的很香欸 對日本真的很棒 蠻喜歡的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分享 最後呢我送給大家這首歌叫 I had enough 我收購了 我收購這次旅行 好啊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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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囉 我們下次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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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囉 我們下次見囉 我們下次見囉 我們下次見囉